欢迎来到风铃漫谈 这里是思想交汇的港湾 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 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 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918事变 即1931年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国民革命军 东北边防军发动了武装进攻 这一事件引发了长达14年之久的中日战争 导致中国军民遭受了极其惨重的伤亡 据估计达到3500万人之多 这场战争被称为日本侵华战争 在中国通常被称为抗日战争 然而918事变的导火索 却是张学良受命东北新安屯肯军 第三团团长关玉恒秘密处决了四人 其中包括日本人中村镇太郎 张学良原以为此事不会被外界知晓 但由于第三团司务长李德堡 携带着中村镇太郎的三道杠手表 去当铺换钱嫖剂 导致此事败露 张学良晚年承认 由于未能正确处理中村事件 以及错误地发动了西安事变 自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一位学者曾言 如果中国被日本或美国的帝国主义所摧毁 我们或许还能向他们学习 有望重建 但若中国沦陷于苏联共产党之首 那么中国将永无复兴之日 即使人民被迫沦为奴隶 也将无法解脱 这番话令人深感唏嘘和深思 918事件 1931年9月18日 日本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 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地区的一段桥梁 吴称中国军队有意破坏 当日夜间突然炮击沈阳 同时进攻吉林黑龙江 当晚十点 关东军炮轰中国国民革命军 东北边防军驻地北大营 驻沈阳东北军 多次向正在北平享乐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 报告遭到日军袭击 张学良对东北军部将领 下令不抵抗与不正面冲突 9月19日 日军占领沈阳 借着奋兵侵占辽宁其他地区 即吉林省黑龙江省 至1932年2月占领了东北全境 并于1932年3月1日 日本帝国在东北三省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 其实南满铁路被炸事件只是一个伪造的借口 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三个月前发生的中村事件 中村事件 中村镇太郎是日本陆军一个参谋 当时33岁 1931年6月初 与另外三个人起码前往大兴安岭东侧 对外称是农业专家进行野外土壤考察 后来中国人称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绘制军用地图 另外三个人中 一个日本人 一个白俄人 一个蒙古人 日本人名叫景山延太郎 是个退役军人 跟中村镇太郎当助手 白俄人是翻译 蒙古人是向导 1931年6月25日 中村镇太郎等人途经陶南市时 被张学良手下的东北新安屯肯军第三团扣押 审问 该团团长是关玉航 在中村镇太郎携带的包里 发现三本表册 前两本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线人口 物产 军民分布等情况 第三本表册上 记载着新安屯肯去的兵力分布 枪炮种类和口径 官兵人数 将校姓名职务 部队驻扎地点 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 关玉航认为 这些东西无疑都是中村镇太郎等人 在中国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铁证 1931年6月25日晚 中村镇太郎拒绝在供词上签字 而且对着中方审讯人员一阵乱骂 双方发声四打 中村镇太郎手腕上戴的三道两牌手表 被打掉门后地上 关玉航通过新安屯肯区公署 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做了汇报 张学良立即电令关玉航 立即执行对中村镇太郎等四人的枪举 并叮咛妥善灭迹 做好保密 接到命令后 关玉航宣布成立 以三连连长宁文龙和四连连长王炳毅为队长的行刑队 于6月27日凌晨 行刑队把中村镇太郎等四人秘密押到查尔森后山沟里 将这四个人秘密处决 并且焚烧了他们的尸体 马匹和衣物 中村镇太郎小队出发前 曾经电告日本驻东北各地的领事馆 延明1931年6月底将结束对新安屯肯区的土壤考察 然后经陶南回去 然而 到了7月初 各地领事馆仍无中村镇太郎小队的消息 于是 日本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派人前往陶南一带探听消息 同时 关东军司令部也派员前往七七哈尔 海拉尔 满洲里一带查询踪迹 陶南的满铁公所 还成立了搜索本部 向各地派出探员 搜索中村等人的行踪 当时在天津的日本著名间谍川岛方子 接到秘密命令连夜赶回奉天 调查中村镇太郎等人的下落 川岛方子化妆成一个英俊的少爷 只身来到陶南府 在大兴当铺里 见到一块三道两手表 这种表即使在日本也样式少见 当地中国人不会有的 川岛方子到大兴当铺后 一眼几只此乃中村镇太郎的三道两表也 川岛方子查明了鸭表的人叫李德堡 是东北军新安屯肯军三团的司务长 司务长李德堡当表表界 关玉恒团长秘密处决中村镇太郎等人后 已经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本以为已经万无一失了 可是偏偏一块手表泄露了秘密 原来1931年6月25日深夜 三团的司务长李德堡 给审讯中村镇太郎的关玉恒团长等人送夜宵 瞥见门后递上手表后 趁混乱中无人注意便捡起来装进口袋 随后他把手表压到大兴当铺 拿到钱后就直奔妓院翠花楼嫖妓去了 川岛方子派人给李德堡烧信 金明小弟经营药材 烟图 仰仗君爷照顾住在昭日旅馆 略备薄酒 还有两位从妓院请来的漂亮小姐 请李长官赏脸 一听说有女人玩 李德堡便兴冲冲地来到昭日旅馆 房间并没有什么金明少爷 却近来一位绝色的东洋女子 此人便是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略施小技 走了魂的李德堡 不但交出了押表的当票 还详细供出团长关玉恒审讯 和处决中村镇太郎的经过 川岛方子看差不多了 就哄着李德堡喝下一杯春酒 其实是一杯毒酒 就这样 李德堡在川岛方子的石榴裙下 躲猫猫去了 日方找到那块手表后 以此为证据 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九智郎 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九 一同会见了凤天省省省长葬事宜 宣称东北军屯肯三团团长关玉恒 屠才害命 杀死了日本农业专家中村镇太郎等四人 日本政府内阁就中村事件进行了专门讨论 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 1931年8月11日 日本外相碧原喜仲郎 致电驻凤天总领事林九智郎 只是其在同中方交涉时 一定要提出四项要求 一 由东北地方长官张氏毅和荣臻 向关东军司令官以最严肃的刑事道歉 二 对中村及景山两家赔偿10万0442万日元 三 对屯肯军团长关玉恒以下责任者出以言行 四 保证解除对日本人到桃南地区事实上之封锁 1931年9月13日 张学良秘密派人将关玉恒团长接到沈阳 对外宣称已将杀人凶手 屯肯三团团长关玉恒逮捕 宪政厅后处置 中村事件为关东军以所谓自卫名义 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理由 1931年9月18日夜 蓄谋已久的关东军 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 然后反污中国军队破坏铁路 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 中村事件后的关玉恒 1931年9月20日 关玉恒与沈阳宪兵副司令李湘府 两人化妆后 先逃到黄姑屯 然后到达北平 9月24日张学良在北平中央饭店召见关玉恒 关玉恒本想向张学良解释一下中村事件 张学良说不必了中日交涉的外交案件六十起之多 你这是个小案件算不了什么 并委任关玉恒为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议 批给关玉恒五百大洋 以做北平生活之需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以后 扬言要为中村镇太郎报仇 下令通缉关玉恒及其家属 关玉恒是黑龙江省宁安县人 他的父亲在老家宁安县闻讯后 如雷轰顶 惊吓而死 1932年3月6日 日本关东军占领宁安城后 超没了关玉恒的家产 对其母和姊妹逼供吊打 要他们说出关玉恒的下落 并将其四弟关瑞福 作为人质抓走 严刑拷打后 定死在南疆岩的火墨楼上 二妹夫最后也惨死在狱中 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 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 绝望中病倒了 不久便双目失明 关玉恒在沈阳的家属 也到处逃难 直到1932年春 在救国会等组织 帮助下才到北平 与关玉恒重逢 1936年初 关玉恒来到西安 张学良拍拍他的肩膀风趣地说 你的头还长在肩上 为你干一杯吧 随后 张学良下令委任 他为少将炮兵师长 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 兼恒山县县长 西安事变后 关玉恒满怀热情 组建了恒山抗日后援会 亲任会长 与中共暗通款区 向吕正操不送马匹和枪支 还与榆地区八路军办事处 达成修建 恒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 国民党下令让他搜查 共产党重要负责人的家 他走了过场 上报没有可疑之处 蒋介石本来就反感 关玉恒这样的爱国贼 加之失去张学良这个靠山 关玉恒于1939年 被解除了恒山县的县长职务 不久 中共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隋德三无九旅 看到了在中共警备团参军的大儿子关松军 中共对关玉恒挺感激的 没有他制造的中村事件 日本侵华战争不会那么快发生 蒋介石的国军定把红军消灭光 之后 关玉恒回到西安 国民党讨厌他 不再安排关玉恒的工作 为生活所迫 他先后到新疆 北平 南京 同龄等地 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谋生 周恩来称赞 关玉恒为爱国军官 中共建政后的1953年 关玉恒回到故乡黑龙江宁安城 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悉心照顾 现在宁安县第一晚小任教师 又先后当选为宁安县人大代表 黑龙江省人大代表 省政协委员 任宁安县电影院副经理等职 1956年 为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 周总理在北京亲自接见了 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代表 关玉恒作为中村事件的当事人 应邀参加 席间 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 关玉恒为爱国军官 爱国民主人士 1957年 关玉恒因在黑龙江省人大会上 提出建立民安满足自治县的建议 而被划为右派 之后被监督劳动改造 1965年11月 关玉恒病逝 只活68岁 表哥惹事 近年来 网络与表哥 细致喜欢戴有多块名贵手表的男性贪官 若是属女性 则为表嫂 近来年因手表倒霉 最著名的就是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 他在延安车祸现场面露微笑的照片 被人传到网上引起了不满 网民发起人肉搜索 发现他在不同场合所戴过许多价格不菲的手表 然后组织调查 当贪官给双规了 现在中国表哥 表嫂多如牛毛 但过去一百年里 真正能成为一代表哥的 我觉得还是东北军新安屯肯军三团的司务长李德宝 当之无愧 张学良晚年在美国承认 由于未能正确处理中村事件 以及错误地发动了西安事变 自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一位学者曾言 如果中国被日本或美国的帝国主义所摧毁 我们或许还能向他们学习有望重建 但若中国沦陷于苏联共产党之首 那么中国将永无复兴之日 即使人民被迫沦为奴隶 也将无法解脱 这番话令人深感唏嘘和深思 感谢您观看本期《风铃漫谈》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并开启通知支持我们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